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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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是美好的一天 準備出門 2块 阿姨,收不收卡? 收卡 收现金 阿姨,收不收卡? 我都没有收卡 我都没有收卡 我要收现金 我需要收卡 我快要收卡 我会有多少个眼科 看我的眼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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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的眼珂 我会做的 没,只有钱 不 takes cash 好 谢谢 我还听到可以 谢谢 是不是要吃青葡萄 逛了一整天 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好了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是不是跟我有相同的体验 最近交通部长陆教福 就亲自体验了 无限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便利 还说这是未来的趋势 讲真的 无限金付费 其实真的很不错 不过在一些特殊场合 电子付费拍不上用场的时候 就真的很尴尬 像是 可是这些地方 又是我们大马人最常去消费的地方 所以你说 大马真的准备好 迈向无限金城市了吗 有钱在手势着比较好 现金来得快 都是安全感 以我了 不用再给现金了 挺好的 我是不用再给费 我没有很多交费 也很适合 成功 不缓是要不让 entries 然后你拾拉网 然后你单arm就不能返了 通费像上的银仙 城市 我们一直在赸牌 有钱 你直接连上你的银行卡 使用过度了 你不会发觉的 刷是不是很爽 是啊 还的时候更差 其实可以的话就是最好用这种电子的apps来付费 因为这样其实我们找钱也比较方便 算钱也比较好 也安全一点 也不会特别的收错啊 或者是找错钱 因为煮茶水啊 明镜数目啊 因为煮茶水没可以用卡 因为煮茶水没可以用卡 现金比较快咯 假如你要刷卡那些 要等那个程序 客纸会走咯 一半一半吧 因为毕竟我们也需要cash去做转整间店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客人 可以常常来我们的店 因为我们就不用想 今天假设没有带钱 我想吃 就船沸进去一窝了就可以吃啦 有可能全面化电子收费的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啦 毕竟因为这些电子apps他们 他们也是有做自己的优惠啊 会更吸引人去用 有的问题现在是太多EOL在市场上 然后全部都是不连通的 在五年之间打关 打通所有的那个不同独立的 EOL的那个厂商 全部它连关起来 那就可以了 到时候才能说我们这么 这样大的人体啊 很多想不通啊 有些人就喜欢真实感 手上要有cash才感到安全 有些人就喜欢口袋轻轻 只要一部手机一张卡就够了 不过话说回来 电子付费竞争那么大 如果每一间公司出一张卡 或是一个app的话 那我的手机跟钱包 要放多少东西才够呢 所以各位如果大家对大马卖下 无限金城市有任何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来交流